这是西安事变前,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爬华山时的合影,两人看起来还算和谐,其实早已冒合神离。 张学良满脸愁容而蒋介石面带微笑,当时他丝毫没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,47天后会被张学良活捉扣押为人质。 1936年,张学良身为西北高级军事长官,手握20万重兵坐镇西安,蒋介石多次催促他对陕北红军实施围剿,但张学良从未服从过命令。 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立即停止内战,联合起来共同抗日,对此两人多次发生争执,为了促使张学良尽快出兵围剿红军。 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高层要员亲赴西安都战,10月26日这天秋高气爽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,建立和谐的沟通方式。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游览了华山,这张合影就是在华山苍龙岭拍摄的。 照片中除了张学良和蒋介石外,身后两人分别是钱大军和蒋孝仙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张学良脸上浮现出一股凝重的神态,眉头间仿佛被千斤重弹压得紧紧皱起。 蒋介石面露微笑,两人看似亲密,实则早已冒合神离。 四人中只有张学良神情凝重。 当时的蒋介石丝毫没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。 他更为意料到张学良竟有如此胆量,会在短短47天后发生西安事变,直接将他活捉扣押为人质。 这张照片成为两人关系的最终转折点,也成为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拐点。 西安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,而是在时代历史大背景下的必然。 对于张学良而言,他内心深处极度痛恨内战。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曾坦言,我恨透了内战,当年我随父亲出关。 行至河南龙海路的一个站点,前方有红枪会,无法前行只得停住。 我见到一位老太婆非常可怜,我在火车上拿面包递给她吃,她竟连土带面包一把抓起就往嘴里送。 我惊讶地问她为何如此,家里没人了吗? 她悲伤地说,儿子被抓去当兵了,家里没有壮丁也没有财产,只剩她孤身一人。 年老体衰不能做事情,我至今记忆犹新,每每想起都悲痛万分。 不明白打仗的目的是为什么,简直是造孽。 随着随远抗战的胜利,全民不断呼吁在民族危难之际,要团结一致对外,联合抵抗日寇的侵略。 与此同时,东北军将士,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愈发浓烈,纷纷上书请愿要打回东三省。 张学良深受触动,1936年11月27日,张学良向蒋介石呈上了一封请营抗敌书,恳请批准他率兵撒向江场,为个人洗一份钱签,为国家尽一份添职,然而蒋介石不为所动,直接拒绝,他在请战书上批了。 时机尚未成熟六个字敷衍了事,张学良深感不满,他亲自驾驶飞机前往洛阳与蒋介石见面,当面阐述东北军抗日情绪高涨,已经到了难以遏制之境,然而蒋介石却勃然大怒,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 1936年12月4日,蒋介石到达西安入驻林同华清池,他要当面逼迫张学良完成围剿陕北红军的任务。 张学良忧心如焚,12月7日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,来到华清池声泪俱下,再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,联合抗日的请求,否则他必将成为千古罪人。 但蒋介石的态度依然顽固不化,并且大声训斥,张学良失望至极,不再抱有任何希望。 12月12日凌晨,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包围了华清池,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,张学良携天子以令诸侯, 直接把蒋介石囚禁在高贵资公馆内,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。 蒋介石面对生命之忧,他只能妥协,最终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。 然而蒋介石却恨透了张学良,他是个牙子必报的人,之后将张学良囚禁了半个多世纪,到死都不肯释放。 恢复自由身时他已经91岁了,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波折。 最终在异国他乡谢幕,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说,我的事情直到36岁,以后就没有了。